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做到环境有序 今年的主办国是沙乌地阿拉伯 这是一个在沙漠黄球上盖起的先进大国 环境日的主题今年地调非常的明确 都与沙漠化有关 期待能够加速土地修复 减缓沙漠化 同时建立起完善的抗寒系统 刻不容缓是因为我们的地球不再纯粹的蔚蓝浓粹了 有四成比例土地退化 代表失去了含养水土 种植作物的能力 还有高达32亿人饱受沙漠化的冲击 再继续地放任下去 等到2050年将会有七成五的人口 活在几度干旱 缺乏水源 缺乏粮食 难以好好的生存下去 眼光从世界再看回台湾 守望环境 其实你我都有做出努力 56%的垃圾回收率 每个人每天制造出的垃圾量是0.39公斤 只有日本的一半而已 预计从下个月开始 还要施行减速政策再进化 全台湾各地40座传统市场以及夜市 将会先行事半不再提供塑胶带 而戴武安新闻今天也要透过以下影片 带大家倾听地球母亲 有哪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真心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ccording to the UN, 40% of land on earth is already degraded land degradation is the deterioration or loss of the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la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my suffering and you might be the last that could see my lands revived Let's find common ground in what denites us Restore my land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 tree begins with a seed Generation restoration begins with you 医疗话题 年长者的心灵健康很重要 不过很多长辈或许会觉得 自己退休年迈之后生活突然失去重心 难免会闷闷不乐的 所以不以为意 所以在国内就有高达六成忧郁症的老年患者 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医生提醒 可以挂号老人医学科或是身心科的门诊 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寻求帮助 就有机会增加康复的可能 88岁的林清香边扫地边诉说人生故事 我个人也很喜欢做 没有在家里很无准 很无聊 他加入慈激座环保有18年 收获比付出的更多 我以前有得到忧郁症 有吃药在这里 有师姐他们在一直聊天什么的 心情越做越好 根据统计 老年人口忧郁症盛行率7%到21% 这当中大约有6成以上并没有得到适当治疗 病人他只愿意吃安眠药 不太愿意吃忧郁症的药 所以变成后面是安眠药的一个依赖的问题 如果是抗优基 基本上他是没有依赖的问题 忧郁症药物通常需服用两周到一个月才产生效果 但许多病友却没有耐心持续服用 他能够痊愈但也并不是复原就不会再发 就像81岁的阿宝怡 明明身上带着病痛 但做起环保却像没病一样 在家里一个人没人说话 来这里风景好空气好 人又多头脑比较清除 这样才不会痴呆症去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除了保护大地 而且把心清干净了 你要有一些运动性的团体 或是像公益性的团体 那让你的老人生活会有事情做 还有一项治疗忧郁症的法宝 不用花钱却效果显著 身心科医师强烈建议 晒太阳 当你愿意走出来 心也就会渐渐开阔 大爱新闻 李亚平 杨俊廷 严广盛 总和报道 交通事故死亡率最大宗示 机车事故占了整体六成 与青壮年相比 上了年纪开车或骑车 的确可能因为退化 反应力下降 所以年满75岁之后 到底还能不能够开车 骑车上路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必须每三年主动的申请 更换驾照 而且要通过两项的检测 包括对于视力 听力 活动力 等等的体格检查 还有一种认知测验 这两种都必须要通过 才会核发 而对于第一次考照的新鲜人来说 也有全新改变了 即日起比试考题增加了 危险感知影片的测验 要求考生必须要回答 当您遇到危险时 如何应对呢 今天是新提醒上路第一天 不少人都说其实并不难 机车考照比试 新提醒上路 第一关先看危险感知影片 右方突然出现来车 三个选项选择如何应对 模拟实际上路 真真切切会遇到的危险 蛮轻松的 就应该有尝试就可以过 可以知道 附上一些潜在的危险 然后将来就可以作为 预防性的一些措施 跟一些处置 这一次是把它纳入考题 会有五题的提醒 再做这个情境式的作答 机车考照比试提数维持五十题 其中把五题情境图片题 改成危险感知影片题 六月五号正式实施 不过这类提醒 其实二零一九年就上线 那时候只要求报考前学习测验 并不纳入考照几分 报名前就是要先 透过我们的平台去学习这些 这些题目才可以进入报名 平台部分可以重复性的做个几次 然后大概那个考试是一次性的 观念比较加深一点 我觉得也会在骑车上会比较安全 模拟械子中会发射的情况 就比较有临障感 新提醒首日上路 以台北市林监理站为例 上半天二十八人报考 只有一人没过 虽然提醒更加生活化 但是否真能成为预防意外发生的解方 还有待观察 大约新闻林一婷李健宽台北报道 有时在路上会看到开着环保车的慈济志工 很多人都是很有故事的 南投竹山76岁的林鼎顺阿公 退休之前他是娃娃车司机 20年前因为胃癌切掉了整个胃 当时呢他到了慈济签署大体捐赠 就此结缘当起了环保志工 承担的是开车 还有辅具维修的付出 其实权威切除过后的患者 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们吃食物的时候 只能够少量少量的进餐食 因为食物会直接的掉到小厂里头 尽管当志工之路从来不容易 他却从来不退缩 这就是阿公的精进有梦醒 在环保站角落 志工林鼎顺专心维修着轮椅 他28年前罹患胃癌 权威切除 因为这场病跟慈济结缘 一投入环保 从出车再回收开始 林鼎顺凭借年轻时工作经验 对路线特别熟悉 总是高效率完成任务 这样我就是起来 我们现在又这样我进来 我是开花花车 阿渝早在做蜜工的时候 也是对这山植石 听不懂的方便 我是做过会问 我真来行 大家就想说 我不知道了 完全像是给我带路 所以他教我怎么 怎么跌跌落落地 把一环保上 混扎死了一步车回来 林鼎顺也做过机械工作 二十多年前上班时用的工具 他保存完好 现在继续用 来到环保站十多年 他收获满满 没有被癌症击败 林鼎顺用感恩心 把握宝贵的生命 用心用力持续付出 大爱新闻张柜段刘伯明 南投报导 零四零三花莲强振过后 挑起全民的警觉意识 以台南来说 坐落了七条断层带 近期展开了紧锣 密鼓的演练 防灾与未染 台南市的辖内有七条的活动断层 跟一条的中座构造 希望把我们防减灾的一个知识 跟能力都能够大幅度一个做提升 单靠政府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来应应这么大的一个灾情 那也透过这一次的演习 感谢我们的慈继单位 还有我们的一个民间的协力 第一场的防灾演练 在台南的北区正式展开了 慈继志工也配合出动 希望透过一次次的加强聚演 建立由上到下的全民防灾共事 我要感谢人是我妈 然后从小到大对我们的照顾跟包容 然后对这个家无用悔的付出 从来没有任何去怨言 然后为了这个家庭 想要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 然后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 然后真的很谢谢妈妈 接着把时间交给资深气候专家 毛正气博士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毛正气 我们常常听新闻说 今天的空气只爆了 要大家出去的时候要戴好口罩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空气只爆 讲到空气只爆呢 有三个东西我们必须要了解 第一个就是空气的品质指数 第二个只爆是什么意义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PM2.5 空气的品质的指数呢 我们看这张图很清楚告诉我们 空气中的这个含量呢 有一氧化氮 二氧化硫 还有二氧化氮 以及臭氧 这四个呢 是有害的气体 另外有两个空气中的灰尘 我们叫做悬浮微粒跟微悬浮旋粒 这个就是PM2.5 环保班位呢 把这六项的这个东西呢 算出它的浓度 发布的一个叫做空气品质指标 叫做AQI 透过这个空气的指标来告诉我们民众 今天的空气好不好 如果这个数字呢 是在0到50之间 是代表绿色 代表今天的空气呢 非常的清新良好 但是当这个数字呢 在超过100的时候呢 变成橘色 就代表今天的空气是不健康的 那如果呢 环保单位发布呢 空气的指数是200到300之间 成为紫色的时候呢 就代表非常的危险 出去不健康 要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戴口罩 这就所谓说的紫爆了 那什么是PM2.5呢 PM2.5呢 就是空中悬浮的灰尘 它并不是气体 它是固体 但是非常非常小 它多小呢 它正好是头发直径的 二十八分之一 PM2.5的污染来源在哪里呢 它就在我们的交通运输 排放的废气之中 同时呢 也是高污染产业工厂排放 都是有PM2.5 以及火力发电 同时呢 有一个来源是来自境外来源 特别是在北部的这些国家 通着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会把这些高污染东西 飘到台湾来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 这是某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 它大白天里面呢 都受阴霾所影响 这上面呢 就是PM2.5 让空气的品质非常的差 右边呢正好是我们台湾环保单位就计算出来的 我们整个台湾地区的空置品质 那各位可以看到南部地区的空置品质是比较不好 那为什么会不好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四个季节的分布 在冬天跟春天的时候 我们发布南部地区的PM2.5指数非常的高 空置品质很不好 那是可能是东北季风把境外区域的一些尘埃灰尘呢 带到台湾来 那正好南部地方呢 就是洛峰区呈现空置品质不佳 那其他两个季节呢都还不错 最后呢 我们来说说PM2.5悬浮物质对健康的影响 这张图呢很清楚告诉我们 PM2.5对我们健康有严重的影响 PM2.5呢是灰尘 它进入我们到肺部的时候 跟肺炮进行交换 会进入到我们血液里面 所以各位很清楚的 它对我们脑部是有影响的 对我们的眼睛也造成影响 最重要的呢 PM2.5进入我们呼吸道之后 跟肺炮进行交换进入血液中 所以它会生成的影响我们的胎儿 骨头甚至其他的一些器官 所以呢当气象单位播报呢 今天空气品质是指报的时候 请各位观众出去的时候要戴好口罩 确保自己的安全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火山喷发时也会有空气不良的疑虑 目前全球各地共有四座的火山 同时在喷发 包括了夏威夷的基劳亚 睽違半年之后再度苏醒 而远在北欧的冰岛 喷发也快要一个星期了 知名景点蓝湖总算是重新开放 还有比较靠近我们的印尼 以及菲律宾也都有火山的活动 空中交通部分停摆 也有城市停班停客 沿江不断涌出地表裂缝 冰岛雷克亚内斯半岛的火山爆发 已经持续将近一星期 目前地球上一共有四座火山 同时喷发 印尼哈马赫拉岛上的伊布火山 六月四号凌晨再度爆发 火山云直冲五公里高空 不过除了火山口周围 七公里范围内禁止所有活动 并未发布撤离命令 前一天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喷发 附近居民紧急疏散 也有城市停班停客 三家航空公司取消部分航班 当局甚至警告 火山下游的河流 面临爆红 泥流等危险 美国夏威夷岛上最年轻 也最活跃的基劳亚火山 同样是在六月三号喷发 属性喷发区域 位于国家公园内的偏远地区 熔岩量也低 不至于对附近居民构成直接威胁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以安全严谨著称的日商企业 现在汽车工业却惊传了造假危机 是他们在测试车辆的性能的时候造假 包括知名的丰田 本田 马兹达 林木以及山叶等日本车厂都坦诚了 在申请汽车认证的过程当中 有瑕疵或者是直接的篡改数据 这让原本文明全球日本制造业的高品质声区迅速谋成 日本三大车厂 丰田 本田 马兹达 社长青上火现象大众致歉 加上林木汽车和山叶发动机全部坦诚 申请量产时 在冲撞测试的安全气囊和后座损害 以及噪音和扭力测试 有瑕疵或操纵数据 有问题车款大部分已经停产 日本国土交通省也紧急命令 现在还有在生产的六款车停止出货 丰田也预定六号关闭两条生产线 预料可能冲击超过一千家零件供应商 但是车厂强调只是检验数据有问题 不会影响引擎功能和车辆实际操作 日本制造向来等同于最高品质 日本汽车也向来强调安全至上 这一次爆出大规模认证不实 直接重挫品牌生育 巧的是美国联邦政府消息 丰田由于有引擎熄火风险 将召回大约十万两千辆汽车 大新闻综合便宜 英国遭遇到医疗系统大乱 主要就是因为NHS国民保健署的承包商 遭遇到网络攻击 结果伦敦有好几家大型医院的手术和门诊排成大乱 有患者甚至没有办法获得紧急输血 紧急的转诊 目前折知了至少有四家医院遭到网工波及 包括了是一家儿童医院 还有好几间的诊所也受到影响 其应就是有承包商遭到勒索软体的攻击 政府要求受害的医疗单位不要应害客要求支付赎金 要尽速的寻求国家资安中心协助 现在已经恢复系统正常运作 慈济在日本即将展开第二梯的建武金关怀 台湾志工团队启程已经到了灾区 在进行发放之前展开再一次的深度勘察 团队当中成员包括了慈济全球志工总督导黄思贤 他走入受灾严重的轮岛市 亲身感受到灾区的面积幅员辽阔 更感叹人类渺小 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从台湾到日本石川县2047公里 有人说石川物价低廉步调缓慢 类似台湾的花东地区 石川县就是日本的花莲啊 地震另一种的千栋 元旦石川县南登半岛规模7.6强震 4月3号花莲规模7.2强震 彼此关切从台湾捐输住灾区至今未停歇 这里是伦岛昭市伦岛最热闹的地方 强震造成大火 整个昭市燃烧了14个小时 200多栋的建筑物因此被烧毁 5个月后重机械机具开始进驻 要展开拆除作业 根据当地媒体报导 轮岛市民申请政府拆除补助约4000多栋 目前只有120栋完成申请 我前面可以看到大地的力量 整个可以说是贵岛在地 然后他们的这个乌瓦 其实都相当的重 相当的重 而且植料是非常好 所以也等于是有点头重脚轻 整个趴下去 看到整个这种灾区 是真的让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人类是相当微小的 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产业 产业的地方 然后所有的这些商店 所有的工作坊 全部在这个地方全部烧掉 这边全部烧掉 举世闻名的轮岛图 等待再起风华 发现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物 这个也是他们的碗 碑 招财猫 是烧毁的 没办法用 就可以看到这些产品 而临近的海岸线 眼前所见都是地盘隆起的景象 虽然痛心 但变与不变 五个月后的血水丁 这一家医院不一样 公立血水综合医院 有间咖啡屋 名为慈激咖啡屋 从2月16号起 开启志工与医护 患者 居民的对话 我们希望把它善用 就是变成是一个 让大家可以来喝咖啡 谈谈心 那我们也可以做进一个 哇 你不得了 我正在那么久了 要在灾区能够有一个据点 这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院长 岛中公治的支持 是一大助力 志工团队再次质疑 而此际在灾区 所走的每一步 也都是因着 与乡亲的种种缘分 搭起桥梁 大爱新闻杨锦惠 邓志明 日本报导 天气方面 台湾附近水气偏多 尤其西半部的天气相当不稳定 东半部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而且气温偏凉 外出请记得加一件博外套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大爱聚新苏族 我是柳芳瑜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